嗨 大家好 我是Tina 今天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空空閃 很多youtuber都會做的一個主題 剛好呢 因為我這幾個月在台灣嘛 有把一些東西用完 然後把它們收集了起來 跟大家分享我這幾個月 就是很認真的用掉什麼東西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吧 那首先呢 第一個呢是一個洗髮精 有一個影片是在介紹說 我2020上半年的愛用品 就是有這個洗髮精 然後我實際的用完了一整罐 我覺得它的 就是我那時候推薦它是因為 我覺得它洗的頭皮會很涼嘛 可是我真的後來在家用之後 我覺得它洗起來還是舒服的 可是它沒有這麼涼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 我那時候洗的時候在沙龍洗 然後那時候是有吹冷氣 所以它可能要搭配冷氣才會有那種很涼的感覺 我自己洗的洗完一整罐 我是覺得它沒有 我第一次洗的那種驚豔的那種 頭皮涼爽的感覺 我還有買其他人家推薦 洗了頭皮會很涼的洗髮精 如果好用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這瓶呢我是用完的 我覺得它是好用的 但是它的單價稍微偏高一點 所以大家就是斟酌看看 如果想試試看的也可以試 那我是沒有覺得 一定要買啦 再來第二個 這個也是我2020上半年 有推薦愛用的 我就是真的一整罐 用完了 我大概用了整整三個月 因為我每天都會用 那我想要介紹一下就是 我覺得它就是那種 對於我來說 那種超級神奇 就是你護一次 然後頭髮就會變得超好的那種 日常你用不會心疼的那種護髮 它用當次是有效果 可是不會 就是你當天用完頭髮是柔順的 吹得開的 然後它的香味呢也是我喜歡的 整體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但它不是非常就是生氣 或是非常有效的 對然後它的效果呢 就是也沒辦法持續很久 就是頂多就是當天晚上 可是隔天像我現在 因為我應該算是受損髮質 因為我就是又軟又燙的 所以它沒辦法讓我的髮質 從可能地獄變到天堂 但它可以從很糟的狀況 不恢復到一般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大一罐 就是小狗大襪 就是如果你在尋找那種就是 嗯便宜用的不會心疼的髮膜 就可以用它 是我2020上半年前 前面剛好拿的這幾個 都是我上半年愛用的 就是我真的沒有騙人 因為我愛用的東西 我就真的會每天用 因為就覺得 喔用到好用的就有點 除非有特別吸引我的新品 不然就是我用到好用的我就會繼續用 然後這個其實我已經用掉 三罐還四罐了 我去年 七月八月的時候去 七月多的時候去韓國 然後跟我朋友一起買那種組合 就是什麼三加一的那種大組合 就是用的使用感受就是 我覺得它卸的很乾淨 卸的就是它不需要特別乳化什麼 就是使用感受很好 然後卸完臉也不緊蒙 重點是它不會讓我因為卸妝而制粉刺 所以這個就是我 呃 愛用的三罐 就真的就是三罐幾乎把它 每天也是每天用 然後把它用嘛 而且我用量沒有很省 因為我覺得卸妝跟洗臉這種東西就是 你不需要去省那個東西 因為你就是要把它弄乾淨 不然到時候皮膚沒有把皮膚卸乾淨 皮膚有問題 你要花更多錢去保養 或是去看醫生 或是去把它恢復到好的狀況 所以卸妝跟洗臉這方面 我是不會省 我一次的用量大概都是50元硬幣 不會很結局的用 然後就直接卸 我覺得它卸得很乾淨 味道我也很喜歡 然後因為我這罐就是用了一年嘛 就是呃 我三罐用了一年嘛 所以我有點膩 所以我最近呢 先沒有回購它 然後是買了其他牌子想試試看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呢 如果我之後買的那個沒有覺得特別好用 或是 因為畢竟這個 算下來還是算比較便宜啦 所以之後如果有機會 可以出國去韓國的話 我應該也會再補貨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買的 這是雷利歐的化妝水 我也是就是用完了 它就是讓我的肌膚很穩定 就是它真的也沒有什麼很特殊的功效 就是說什麼 呃 爛臉變什麼 就是急救什麼 沒有我覺得 但它就是一個 呃 實之無味 氣之可惜的那種感覺 但它默默的又有效果 因為 它就是 讓我的肌膚狀況也是屬於穩定的 因為我這幾個月回台灣幾乎呢 都是用這個 搭配這個 就是我的 懶惰組合 因為這個是我等一下要介紹的嘛 這個也是我一個洗臉的 幾個月都是 就是都用那個洗臉 然後搭配師傅這個化妝水 我的皮膚狀況算是蠻穩定 就除了有時候生理期 下巴會長一兩顆痘痘之外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覺得 嗯 我的皮膚可能 又是因為沒上班 還是沒有壓力 所以皮膚狀況蠻穩定 所以這個就是我有時候 我懶得 保養化 或是我有時候 像我最近有就是 親一些粉絲啊什麼 我就會伺服它 它就是 不會讓我皮膚有什麼負擔 皮膚狀況也維持得還不錯 但是呢 我是不會回購 因為我只是上一支影片 有跟大家介紹說 這個是我朋友去義大利幫我買的 我這邊還有一罐 是我現在正在用的 然後這罐是我用完的 但是呢 這個義大利買真的非常便宜 台灣買有點太貴了 就是 有點沒辦法 負擔 那麼貴的化妝稅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有閒錢可以買 去義大利旅遊 不要錯過 要介紹到這個 洗煉乳 我就順便一起介紹好了 我用完了一大一小 然後呢 我會有一大一小是因為 我原本就想買這種吉丫頭 因為這個是這兩罐都是我從菲律賓帶回來的 我原本是想買這個吉丫頭 可是呢 因為 我那時候去菲律賓的去城市 他只有賣這個size的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那不然就先買這個 因為這個是這種打開用到的 比較日常在家又沒那麼方便 可是旅行用就還蠻適合的 一罐呢是 500多 590ml 然後這250ml的 我當然是買大罐會比較划算 而且他又有吉丫頭非常方便 我毫無影片好像也有介紹 他就是呢 嗯 讓我的肌膚狀況很穩定 但是他使用感受沒有特別的感受 質地是沒有泡泡的 你會覺得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洗乾淨 痕結力也是有的 然後他很保濕 他洗完不緊繃 所以 但是因為呢 他的就是 我說他沒有泡泡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是我會擠多一點 就是我可能會擠 50元硬幣再多一點 然後就是 感覺就是 全臉都有沾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 多按摩 我覺得他也是讓我皮膚狀況很穩定的 一個工程 眼唇卸妝 我用掉兩罐 其實也不能算用掉兩罐 因為這罐是我放在台灣 這罐呢是那個 Etude House的 它是我去年去韓國 買Etude House的化妝品送的 所以他其實這罐就是一直放在我台灣的家裡 我沒有就是一直在用它 所以這罐就是 偶爾 每次回台灣的時候用 每次回台灣用 剛好這次在台灣時間帶比較長就把它用完 但這罐我覺得沒有特別推薦 因為他對我來講 他對我來講 整個眼唇性上就是 他沒有非常好用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難用 但就是因為他就是一個整瓶 所以就是 加減用的概念 所以這罐我沒有特別推薦 然後我比較推薦的是這個 尼瑋亞的 這個我至少用掉五罐以上 因為這罐也是我從菲律賓帶回來的 就是世界各國應該都有買 然後他就是又便宜又好用 又寫的乾淨 因為我是一定都會習慣擦睫毛膏的人 而且我的睫毛膏是還有 大家看到嗎 我的睫毛膏呢是還有用 睫毛底膏的 所以我的睫毛是真的需要花 就是一定要用眼唇卸妝才卸得掉 那種 所以這罐呢我剩下一點點 但是我想說今天要拍照 拍影片我就把它拿出來一起講 這罐呢就是 我應該就是這輩子 因為眼唇卸妝應該 我是捨不得買到專櫃的啦 我覺得開這樣就很好用了 然後這罐我就是真的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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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購中 也用完了跟大家分享 護髮的 這罐護髮其實 我沒有很認真在用 就是我之前就是偶爾想到 或是覺得頭髮特別毛的時候 才會用一下 所以這罐我也用了 將近一年 這罐是我從去年去日本買的 但其實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二罐了 因為呢 這個是我那時候在台灣 去燙頭髮的時候 就是設計師推薦我的 我覺得欸用的還不錯 後來就是 因為設計師在台灣賣又很貴嘛 然後後來上網查一下 發現它是日本的牌子 然後我去年就有去日本的時候 就有買 日本也沒有到非常便宜喔 就大概台灣貴個幾百塊而已 可是 還是便宜一點點啦 這個就是我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而且它 因為這種護髮油 我覺得我用過最雷的 就是你擦完 就是手會油嘛 可是你擦完頭髮 就是感覺手還是油 而且頭髮是表面一層亮亮的 可是這一罐不會 它是真的有吸收進去 而且它的味道 那就是 你會 因為其實比起香水 我更喜歡就是髮香 因為髮香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你走過去 又是風吹來 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女生好香喔 有一種香水 然後它又是有 對髮 頭髮是有效果的保養 所以這一罐呢 如果 我之後去日本也會繼續回購 那因為最近真的沒辦法出國 所以我最近用的是 買了新的牌子 我持續用一陣子之後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反正這罐呢 我也是用完了 而且 我覺得它用量還蠻省的耶 可能我沒有很認真用吧 所以我也是用完 然後 它的味道真的超香 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找髮油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買 買看這個 應該是不會讓你失望 芽芽噴霧呢 也是一個 有點像家裡的常備品的那種 就是我不會天天用它 可是 懶惰的時候 就是懶得保養 或是有時候 洗完澡出來 摸太久 覺得臉很乾 就還是會噴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用量比較兇的時候 是假設有時候 我 親完粉刺 或者是有時候 皮膚會 不小心有點小過敏的時候 我就會 用它 然後噴在化妝棉上 用濕浮的方式 有點像急救的感覺 所以芽芽噴霧也是一個 我家一直都會有的東西 然後這罐是我一個 朋友送我的 我爸用完了 所以 就是順便跟大家分享 再來呢 用掉的是一個防曬 這個防曬呢 我沒有特別想揭曉它 因為我覺得 沒有很好用 它就是 擦出來 它會有那種顆粒感 它就是 沙沙的 它沒有不划順 它的 質地不划算 而且 我就是 這個防曬是因為 我前幾個月 回台灣 比較常出去跑 就是可能 出去運動啊 或是跟朋友 跟家人出門 所以我就出門的時候 會擦一下 我覺得 它沒有讓我 沒曬黑 就是我這幾個月 是有曬黑的 這個我沒有特別推薦它 就不要花太多時間講 就是我用掉了一個 睫毛底膏 這是CAT的 那CAT的睫毛底膏 就是很有名 我也不需要多多介紹 我覺得它沒有不好用 只是我會覺得 它這個纖維 我有時候會不太喜歡 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 2020那支影片 有在介紹另外一支 愛杜莎的睫毛底膏 我覺得它就是 比這個好用 可是我最近發現了一個 超強的用法 就是 先上這個睫毛 先上這個CAT 然後這個睫毛底膏 再上艾杜莎的睫毛底膏 然後再上一層睫毛膏 睫毛就會 就是一根一根一根 超長 這個呢 我應該是不會回購 因為我現在找到 我更喜歡的睫毛底膏了 這個算好用啊 CAT的睫毛底膏 應該算 大家都知道 它就真的很長 但是它那個白白的纖維 我沒有很愛 最後一個是 但是我竟然用完一條粉底液 用完一條粉底液 不行奇 重點是 這個嬌藍的粉底液 已經是我第二罐 這也不稀奇 重點是 我還買了第三罐 它的第一袋是黑色的 然後我真的用完就覺得 因為它算是我第一個 就是買那麼貴 花那麼多錢買的專櫃粉底 因為它真的不便宜 它這一條好像要兩三千塊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啦 因為畢竟自己有在工作 有一點能力了 然後加上就是 一直很羨慕那種皮膚 看起來很奶油肌 很美的那種肌膚 好不然就來買 就是很下心來買一個試試看 然後用完黑色的那些 就覺得天哪 就是真的很喜歡那個妝感 而且我覺得它對於我來講 我的皮膚是非常適合的 它不太會脫妝 就算有出油什麼 我覺得它讓我的皮膚狀況還是很漂亮 就是出油之後 也是很美的奶油肌 所以呢我覺得它出了第二袋 我又買了 因為真的太好用了 然後擠到後面 就是它已經有點快擠不出來的那種感 因為這個它的一個確認 就是因為它太重了 加上它不是透明的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什麼時候用完 所以我又再買了一罐 然後真的就是前陣的這個真的就用完了 這個的唯一的確認是 我覺得它的色號比較難選 因為我之前買的都是01 因為要搭配百貨公司的組合買會比較便宜 然後後來最近就是當買了這個 我選了00 我覺得它的色號就是00 比較偏白一點 比較適合我 01是比較黃 但是呢它的黃也不是讓你變成黃臉婆的那種黃 就是還可以接受 反正呢這個就是我竟然買了三罐的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系列的專櫃粉底 我自己覺得很猛 但是我最近有用到一個我覺得也是很厲害的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啦 我的空空想影片 就是簡單的快速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覺得這些垃圾呢 真的堆積在我房間太久了 我最近在整理房間 就想說好吧 就趕快來拍一拍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去回收 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喔 因為呢空空想對我而已 就是對我一個這麼多東西的人 能用完 表示它應該是真的還不錯用 就這樣 掰掰啦 再次拍照 晚安 晚安 你這些 吵架